我叫刘天和 来自山东德州 今年32岁 两岁的时候 得的是小孩麻痹症 造成了那个中任三级 这是我的老婆 大家好 我叫康海翔 今年35岁 来自甘肃兰州 然后嫁到了山东德州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通过QQ认识的 那在QQ上 谁先找的谁呢 是我先找的她 在一个聊天群里 她在群里的那个 说话挺频繁的 那我就嫁了她了 结果她同意了 对 就这么着 我俩就变成一个 普通的一个网友 群里面那么多人 干嘛你偏偏嫁她呢 因为我嫁过别人 别人没同意 你怎么就会通过她呢 因为那时候我 就是刚完网络不久嘛 然后就好多人嫁我 就特别稀醒 然后就嫁她了 两个陌生人 一开始有啥好聊的 本身我是做电脑维修的 她呢在家里用电脑 做那个叫网页的推广 经常用电脑 对 所以呢 我把那个联系方式给她了 我说 如果你电脑出现问题的话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解决一下 哎呀 掌握一门技巧是多么的重要啊 然后呢 我的键盘坏了 键盘坏了 只换 哪有修的呀 因为那时候 我刚买新电脑嘛 不会嘛 正好她给我留电话号码了 我就给她打个电话 就是你们俩之间 还没见过面 没有 那视频啊 也有过 有过 那天嘛 把手头活全干完了 闲着无聊啊 然后我找完那条条 我没打字 我就直接给她发了个视频 结果呢 她接了 就在电脑那个视频 接通的那个 一上呢 我就看到那个画面 里边出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你那边呢 我那边 你肯定视频摄像头是坏的 或者关了 对 是的 男人都干这个 对 是的 当成她没看到她本人 对吧 你广然之间感觉上当了 对 我说这人怎么这样子呀 她光看我不让我看她 你是关了还是坏了呢 说实话是关了 你为什么要关 我怕她看见我丑 过来一会儿 我还是把我那照片发给她的 从那开始 说实话 我自己心里啊 起了那么一点 尊心 但是你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她的身体情况 什么时候开始坦白 自己的身体情况 在聊天过程中 她跟我说过 对 跟我说过 但是呢 后来我才知道啊 她告诉我那个名字 还不是真的 对 为什么要许个假名 我觉得网络是虚拟的 就没有真实的 然后随便说了个名字 告诉她 就说叫这个名 防着呢 对 你是什么情况 我是劫碳 08年下雪的时候 就是一次意外 高空坠落 导致劫碳 我看你的腿 好像肌肉没有萎缩 是的 就是我小腿比较厉害点 这个腿 这个腿比较厉害点 这个腿就没有 因为她伤的 那个程度不一样了 所以当你知道了 她的身体情况之后 你还决定要 发生点什么吗 当时 已经谈了五个月了嘛 网练 然后我决定 怎么着也得 去看看去 去哪 从济南到兰州 有多远 有两千公里吧 那么远 对 9月27号 我把那个 手上所有的 顾客的那个单子 全给做完了 当时是下午 五点左右 我买了张 去兰州的车票 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准备去了 正路过一个小摊 那小摊是卖干货的 正好 我的钱 给我的票 都放这个兜里了 付账的时候 把票弄丢了 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我回到我住的地方 然后我一摸头 我票呢 哎呀 这咋整个 我找了半天 找不着 买票的时候没告诉他 后来我给他连视频 我说 我今天买票了 他真的吗 让我看看 对 我没票咋看呢 然后他说我是骗子 对 我说他骗子 说你买了票 你为啥不给我看票呢 27号当天晚上 跟他聊了几句之后 一夜没怎么睡觉 我楼下有个收费点 他是五点半左右开门 我五点就过去等着了 然后一开门之后 我就先问 还有去兰州的票吗 我说 我不管是卧铺 还是站票 还是坐票 怎么着给我来一张 28号买完票 直接上火车走了 他来了之后 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是对视了很久 当时我不知道说啥 因为比较忐忑嘛 比较不知道说啥 然后我就说你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你住哪 他说他不知道 那要不先住我家吧 你真住人家家去了 对 真住了 我没想那么多 你好高兴吧 李梦想又进了一步 是进了一大步 他们家人挺好客的 差不多就是过年 做的那些菜吧 对 都给我做了一遍 当时我不知道 我也没做准备 但是他来了之后 跟我父母说了 怎么介绍他呢 我说一个朋友到我们家来 然后住几天 我父母没说什么 没有觉得一个陌生男人 都到家里来 应该他们应该能感觉到 就是说就是一个男的 就是来我们家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的 肯定是男朋友 对 那也就是说一切都很顺利 对 从认识到结婚 花了多长时间 一共是七个月 半婚礼了吗 半了 婚礼很简单 我父母没有到场 很失望 特别失望 那时候我济南那个工作 我也不做了 因为住那个地方 还有我工作的地方 都有台阶 他做了轮椅我 把它整不上去 对 然后我回家去 然后我就照顾我媳妇 从那开始 基本上我俩的苦日子 就算是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